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关键,他们包括美国无线运营商ATT,Verizen,康卡斯克,Comcast,Netflix等,在原创节目上花费了数十亿美元资金,让规模较小的媒体公司争先恐后的寻找新东架作为靠山。 与此同时,广告收入从内容所有者戏剧性的转移到几乎完全依赖他人提供内容的网络巨头手中,十年变迁,回首2010年,我们可能还能想起,时代华纳、Time Warner和新闻集团News Corp2010年的销售额仅次于迪士尼,这得益于有线电视收入的增长。 但受到2009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广告市场疲软影响,DirectTV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付费电视提供商,截至2010年底在北美和南美拥有超过2800万客户,2010年1月,雅虎还是市值240亿美元的互联网巨头。 而就在两年前,雅虎刚刚拒绝了微软440亿美元的收购邀约,通用电器仍然拥有NBC Universal,它在2011年1月之前始终保持完全所有权,在2013年之前依然持有NBC Universal 49%的股份。 通用电器2010年1月的市值为1610亿美元,如今已经跌至960亿美元,流媒体巨头Netflix的市值仅为29亿美元。 刚刚开始从DVD向流媒体的转变,APP来自固定电话和DSL的收入依然超过无线业务。 而且该公司还没有收购Direct TV或时代华纳、Time Warner、Charge Communications,只是显为人知的地区性有线电视公司,市值约40亿美元。 维亚康姆、Viacom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本月早些时候合并。 2010年最大的两家内容公司终于整合起来,此举代表着过去10年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极纯内容公司的时代正在消亡。 虽然迪士尼今天仍然是一家纯内容公司,市值为2660亿美元,但第二大内容公司是Discovery和Viacomps。 这两家公司的市值都在400亿美元以下,索尼的市值为820亿美元,但娱乐只是该公司业务的一小部分。 师门影业、米高煤和其他规模较小的内容提供商,很可能会在未来10年的早期出售自己以求生存。 在昔日占主导地位的媒体和互联网公司的灰烬中,Facebook、Twitter、Spotify和Snap已将自己打造成最重要的现代媒体公司。 这些公司都是在2010年1月1日之后上市的,市值都在200亿美元或更高。 Facebook和谷歌在过去10年中始终是互联网领域最具主导地位的力量,这从他们的市值中可见一般。 Facebook如今的市值达到5640亿美元,Alphabet谷歌2015年成立的母公司市值9380亿美元,是美国第三大上市公司,仅次于苹果和微软。 谷歌的广告主导地位是双重的,依靠其排名第一的搜索引擎和2006年收购的视频。 分享平台YouTube、市场研究机构Pivotal Research去年估计,谷歌和Facebook为数字广告增长提供了90%的贡献。 他们的巨大规模和独特的商业模式,在过去10年里将许多较新的数字媒体公司去之门外。 Tumblr、BuzzFeed、Zinger和其他2010年左右诞生的数字宠儿,并没有能够蓬勃发展起来。 Facebook的增长还得益于两笔关键收购,分别是2012年斥资10亿美元收购Instagram,以及两年后以190亿美元收购WhatsApp。 有媒体去年估计,如果Instagram是一家独立公司,其本身价值可能达到1000亿美元,争夺主导地位。 Charge和T-Mobile在市值增长方面几乎相同,尽管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这个目标。